Financial Management的第六個chapter就會講Risk Management Risk Management主要我們會分開三個部分是最重要的跟大家講 首先第一個部分就是講到Risk Management的process 而下面這些全部都是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這些是一些方法如何應對一些風險 當然我們主要在Ditch Note 中也有講到 需要大家去記一下那些方法 但當然還有一個就是Risk Management Process 不需要跟大家講 但我也會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想大家清楚這個流程 這樣才會容易去理解為什麼會這樣做 第二部分就是Type of Risk Type of Risk來講 我們主要會去看以下兩個的comparison 一個就是Pure Risk,一個就是Speculative Risk 而另一個就是Insurable Risk 或者Non-Insurable Risk 那Pure Risk是什麼呢? 純風險 基本上很容易記的 就是Only Loss or No Loss Speculative就是投機 即是說和Invest有些相似 所以這句就是有Gain或者Loss 那麼Insurable 或者Non-Insurable 就是最容易 一個可保風險 即是你可以Insurance Cover 這些Risk 但是Non-Insurable Risk 就是Non-Insurance 而Not Cover OK 到最後了 那我們就跟大家講 究竟那個 有什麼Insurance Type 我們說有什麼 你作為買一個公司或者生意 究竟有什麼保險 你是可以買的 去保障自己的 OK 對不對 以下就是Risk Management 這一課裡面有三個大重點 首先看看 先說了 Risk Management 裡面 我們說 這段影片主要會和大家去講一講 究竟為什麼會做Risk Management 這個是那個 有些說是Usefulness 又或者可以說這個 叫做 那個Purpose都OK 行不行 那麼就有四個 你會見到 那我們 我們呢 Purpose來講 我們會把 頭那兩個 我們會說是 在說 Before Risk的時候 就是會 它處理 而 這個呢 就是After Risk 那 為什麼會這樣分呢 大家可以聽一聽那個 解釋 那 Before Risk來說 我們就說 你 如果 做了一些 的 Risk Management 的方法 的時候 其實呢 是可以 降低到 你那個 的Potential 的 那 例如 那些什麼呢 譬如說 可能你一開始 已經 最簡單用回 學校的例子 學校的例子 就是說 如果 我們 定期都會做一些 的 那 你變成 當一旦 真的有貨境發生的時候 那 學生和老師都懂得 怎樣去走貨境 那 就跟回原定的路線 那就不會有混亂 就減少那個傷亡 那 又或者呢 如果 如果 有買到 勞保 那 假設你有 員工受傷 那 就可以有勞保 去賠償 那 也可以減低 Potential 那 又或者呢 就是 你有一些 你有一些 安全 的 訓練 是 occupational safety 的訓練 給你 員工 那 也可以減低 potential 第二步呢 就是 如何達成 社交責任 其實 用回前面的 例子 譬如 可能說 你 員工 搬家的時候 你會有一些 輔助的 車 又或者 有一些 工具 或者器械 給他們的時候 令到你員工 可以 工作的時候 更加得心應手 那 令到他們 對於 occupational safety 提高的話 那 亦都可以 達到 社交責任 好了 第二 至於 after risk 真的出事了 你可以保持 一個sustainable operation 譬如 如果 是 有事情發生了 真的有個 risk 那 譬如 舉個例子 你是一間 車廠 有零件 某一間車廠 受到地震影響 那 支援就受到影響了 如果你 之前有做到一些 risk management 的措施的時候 其實 你可能 可以把部分的 工作 outsource 或者 不可以 你會不會在 其他地方 可以支援 原材料 所以 原料的供應 就不要 集中在一個地方 可能 分散在不同的世界各地 有些少少 像 我們 常常 把全盒子 放在一塊 的意思 就是 風險分散 可能 就會達到 剛才我們所說的 即使有某些地方 出現 問題 也未必會令 對這個公司的影響 那麼大 就是 好像剛剛這一陣子 這樣說 如果 我們說 這個 中興通訊 那 因為美國 就封殺了他 那個 供應這個 晶片 那個 就說 不要跟這個 大陸公司做事 於是這個晶片的供應 就大受影響 就說 他的命脈就被人重創了 因為沒有那些晶片 就做不到 一些 高端的儀器 那 這個 如果他本身 自己有自主研發的 一些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晶片 又或者 他不是單靠 美國的話 那 可能 而 他有機會 保持你的 Operation 那麼 當然 經過這一役之後 我相信 Achieve Growth的話 這個就是After Lesson 即是說 就是 你那個 Learn the Lesson after the Mistakes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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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發生了事 那 你之後 第一就可以去學 有些什麼 儀防的措施 可以做 就不會 下次再犯到 同一個 的 那 至於這個 6.1 我們會繼續講講 那個Process 我們說那個Process 其實分開 幾個步驟 的 第一個步驟 其實 應該就是 說 Identify Risk 應該這個是1 那 Identify Risk 我們說會有很多不同的Risk 可以Identify 那 譬如是一些 Property 的Loss OK 即是說 一些 財物的損失 或者可能是一些 Personal 的Loss Personal Loss 可能說的地方 就是一些人命的傷亡 那 又或者 可能是一些 Liability 就是 因為公司的疏忽 而導致到 有一些 人的損傷 OK 那 這些都是一些 Possibility 的Risk 我們 我們 Acess 呢 Acess 的Risk 主要是看 兩個 第一個看的地方 就是看那個 Frequency V字 即是 是不是經常發生的 你的Risk 或者你的Loss 那 第二個就是 Servility S-E-V-E-R-I-T-Y 有這個V字 即是嚴重性 OK Servility S-E-V-E-R-I-T-Y 如果你譬如說 你一個Risk 是經常發生 但是 Loss 是很小的 可能我們有些方法 去認對 但如果不是 它不是經常發生 但是Servility 是很大的 可能我們就 用另外一些方法去認對 那當然 去到第三 Control 就是我們 經常都會強調 那個 地方 其實就是 我們的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那 就會是 看 第三 這個 OK 行不行 那 第四 最後 review 其實我們所強調的地方 就是 當你做完那個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之後 應對這個Risk 那有沒有 review 呢 如果做得好的 是否要保持著 呢 通常我們都會 是 這樣去處理的 那當然 這個整個步驟 其實是 一個cycle來的 就是你做完之後 就會回到回頭了 那所以呢 我們Risk Management Process 整個簡介 就是這樣了 那 我們重點當然 都會看回第三點 這個 就是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那下一段影片 就會和大家詳細講一講的了 好嗎